嗯 昨天你躺在床上 我都快疾疯了 一想到就此失去你的话 我都会全身发动 我曾经失去过你 那是一段生不如死的岁月 如果要再来一次的话 我宁愿跟你一起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带你去个地方 喂 店都关了 真遗憾 我特想看到你穿得像他样子 一定特别漂亮 如果是你穿的话 这几朵花我看不用那么多 就是这个肿瘤压到了水晶体 所以才会出现白内障 跟视网膜剥离的状况 再加上五年之前那场车祸 病情就恶化 就是不做摘除手术 之前那场车祸同样会给你造成失明 对了 还有那项链 怎么了 年轻不舒服了 没有 还有 下午到底干什么去了 让我等你那么长时间 我 我去看爸爸了 因为我是临时决定的 所以我没有来得及告诉你 不管怎么样 以后要有这种情况 你还给我打个电话啊 我还以为啊 你又突然消失了呢 害得我提醒掉点一个下午 我 我决定搬回家去住 啊 明天就搬回去了 咱们俩不要太自私 也要顾及到家人的感受嘛 你说好不好 好 好 你决定算 那这么一来 我们俩相处的时间就不多了 你说天也那么晚了 电子都关了还能去哪呢 我想去看午夜电影好不好 想看电影啊 我想看那种 很悲伤很悲伤的那一种 干嘛看那种电影啊 因为只有那样 我才能感受到自己有多幸福 傻丫头 走 可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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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电影都没演完呢 干嘛去走啊 没想到 你还真是个很感性的人 主要是那个电影太悲伤了 真的太悲伤了 你只是个电影嘛 干嘛那么投入 什么 好 我记得你 那天 Lim 那天 me 他平坦的 刚才好好的,现在干嘛呢? 你跟我约定好不好? 我们拉钩 好,拉钩,拉钩 神啊,请再多给我一点时间,好吗? 我想要将一封看得更仔细,更清楚一点 所以请再给我一点时间吧 让我去记住她的哭,她的笑,她的所有的模样